Hello 大家好 我是Shivonne何思培 在未来这几个星期 我都会教大家不同可以在家做到的at home workout 我们今个星期就由最基本开始做起 我就会教大家一套拉筋的动作 在游泳之前很多时候你都想做一些热身的运动 如果不是你一落水肌肉就会比较僵硬 很容易会弄傷的 我们在开始之前我也想提醒大家 当你拉筋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肌肉有点扯住 如果在接受范围之内也是OK的 但应该就不会有刺痛的感觉 好了 我们现在立刻开始了 我们首先就会由上身开始做起 第一个动作就是将右手向前转几个圈 我们通常每一个动作都会做大概十下 这个动作就可以舒缓我们肩膀的位置 因为我们游泳的时候 经常都会做到这个动作 好像有自由式感 现在就向后转几个圈 可能你一开始就游远度没那么高 但也不要紧的 圈小一点也OK的 我们现在就做另一边 然后就向后 就好像我们有背泳 然后我们现在就会双手向前 大几个圈 就好像有电饰 就是这样 慢慢做 不用急 然后我们现在就会双手向后 打十个圈 好了 然后我们就会两个手向前向后 收身握 在前面一直都会双双 又大概装拠 再做这几个圈 然后我们现在就会把右手大的垂ambling 把左手扣得通 你會微微用左手把右手拉向自己身體 你會感覺到肩膀側的位置有一點扯著的感覺 我們大概維持10秒 然後我們又在另一邊做同一件事 我們做這個的原因是因為游泳的時候經常會用到我們的肩膀 所以我們想確保下水之前肩膀已經做了一點熱身 接下來我們下一個動作就是把雙手放在頭上 然後我們想把雙手放在肩膀後面 而用左手輕輕地拉下雙手 你看到在後面肩膀是這樣的 那你就會感覺到自己腋下的位置有一點扯著的 那就是對的 但是就不應該有刺痛的感覺 然後我們又轉手 在另一邊做同一件事 我們下一個動作就是想 雙腳大概是肩膀那麼闊 然後兩隻手伸出來 想右手觸碰左腳 左手觸碰右腳 我們大概做完肩膀的運動 我們下一個動作就開始做一些下身的動作 我們首先就會跪在這裡 左腳在前面 右腳在後面 那你就會整個身體微微向前地推 那你就會感覺到大腿上面這個位置有一點扯著的 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舉高右手 向左邊拉一點 那你就會感覺到 腋下這個位置一直落到大腿都會有扯著的感覺 然後我們轉另一邊 右腳在前面 左腳就是會有扯著的 然後如果可以的話 就可以舉高左手 微微向右邊彎一彎 好 接著我們就坐在腳上 伸出我們的左腳 而嘗試去觸碰自己的腳趾 我們這個動作就是會感覺到大腿後面的位置 然後另一邊也是同樣動作 我們游泳的時候 差不多常常踢腳 我們的腳都會覺得有點緊 所以也希望在下水之前 我們的腳已經做了一點熱鬆運動 當我們真的游泳的時候 就不會那麼容易抽筋 接著就兩隻腳在前面 又是同樣嘗試去觸碰自己的腳趾 如果觸碰不到 可能觸碰不到也不要緊 如果只觸碰到這裡或者這裡 都可以的 都希望你如果經常拉筋 就可以一路一路進步下去 好 下一個動作就要躺在地上 我們首先會把右腳提起 嘗試捉自己的小腿部位 但如果捉不到小腿不要緊 可以捉膝蓋後面或者甚至大腿的位置 我們想用一隻手輕輕地把腳帶去自己身體前面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小腿和大腿都會有一點扯著的感覺 然後我們就捉住自己的膝蓋的位置 就把腳推到自己身體的附近 我們這些動作都是大概10秒的 好 下一個動作 你就想把右腳帶去身體左邊 而右手就放上來 你就會感覺到你的背部位有點斜著 我們就是在拉著背部位置 一直到腳側邊這個位置 然後我們就會坐上來 因為我們一直在拉著右腳 就想把右腳放在左腳的膝蓋上面這個位置 你也會感覺到腳側邊 你也會感覺到腳側邊 這裡會有一點拉著的 如果感覺不到 想拉得更加平一點 就可以把右手放在膝蓋上面這個位置 給它一點壓力 然後再拉著它 好了 現在我們拉完右腳就開始做左腳 又是躺在地上 把左腳抵上來 又是捉住小腿 如果捉不到小腿 也可以捉到膝蓋後面這個位置 或者大腿這個位置 又是把腳拉向自己身體的位置 又是把腳拉向自己身體的位置 然後也是這樣拉著 然後我們現在就把膝蓋 帶到身體右邊這個位置 左手放在地上 就會感覺到背脊有一點拉著的 好 最後一個動作 我們又是坐起來 然後把左腳放在右腳膝蓋上面 又好了 如果想拉得更加多 就可以把左手放在膝蓋上面 讓自己有一點壓力 我們差不多做完了 最後幾個動作 第一個就是把兩隻腳板底黏住 你便會感覺到腳內側的位置有少許拉著 尤其是如果有蛙式的人 這個拉筋的動作是對蛙式很有用的 又是如果想你可以把手放在膝蓋上面 讓自己可以拉得更多 好了 現在我們又站起來 我們剛剛在地上做了很多拉著大腿後面的位置 我們現在就做了一些可以拉到大腿前面的位置 那就是捉住一隻腳 那你就會感覺到大腿這個位置 可能有拉著的感覺 然後來一邊 好了 我們剛剛就已經完成了這套拉筋動作 下次你們游泳之前都可以一起跟著跟著 我們接下來還會有很多不同的at-home workout video 希望你們都可以一起做 好了 我們可以給我們這個饅頭 então我們兒子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